跟您见面了 我们有句俗话说 众善根得善果 那么有的人呢 在前几世做了种种的功德跟善事 所以呢 在这一世中享受到种种的福报 但是呢 他们却不知道习福 常常灰金如土 可是遇到有公益团体 或者是慈善活动 请他们捐款的时候呢 却又是一毛不拔 那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这样的人跟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因果呢 做好事啊 行善了 要吹自愿的 而强迫他做好事啊 他们会把它当成投资来看 所以 现实的世界 常常有人说 没负责不仁 常常有人说 守财努啊 是一毛不拔 常常有人认为呢 有钱的人呢 是啊 非常自私的 这原因有两种 第一个 他们的财产 他们的财产 以为啊 是他们的智慧 以及他们的努力 或他们的运气 得到的 跟人家没有关系 他自己得到的东西 将来分别人家 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人呢 认为他自己 赚的钱呢 也在布施啊 比如说到 酒家 到饭馆 到娱乐场所 汇集母土 他也在家是布施啊 他的给的钱 这是给的对象啊 不是给的穷人 而是他也是广迹善缘啊 还有呢 他们认为 他们公司里的 以及呢 跟公司相 跟他们公司相关 私益相关的 许多的人 能够得到生活的 薪水的待遇啊 是由于他们的关系 所以呢 他们也觉得 已经做了好事啊 已经做了布施啊 已经行了善了 之前我看到 有一个公司的老板呢 他有三千多个员工 他跟我讲 他说这三千多个员工 都是吃我的饭 都是我养他们的 而这三千多个员工 每一个人都有家庭啊 至少有一个人 两个人的家属 你看一看 我养活了一万多人 头两万人的 这些人如果没有我的话 都没饭吃的 这些人呢 都是吃了我的饭 那他的心里边 意思说这一两万人呢 就是因为他才有生活的 他已经做了好事了 他已经呢 给了他们生活费了 而他自己呢 赚他的钱 就是凭他的自己的运气好 凭他自己的能力强 凭他自己的关系好 所以是呢 他自己应该 自己的钱自己花 如果是自己的钱 给人家花不是傻瓜吗 把自己的钱 送给一个不相干的人 他们是不愿意的 而且他们还有一种理论呢 是穷人 有他穷的原因的 他没这么穷 我又没有钱 我原来也是没有钱的 我能够有钱 他们这些人 他们自己不说好 自己不努力 他们自己要去赶钱呢 能够赚到钱 对面文学跟我一样 我要帮了他的忙 我给了他们的钱的话 就害了他们呢 让他们自己去自力更生 我要给他们钱做什么 那么像这种理论呢 偏偏的外外的理 讲得好像 还很有理的样子 但是他们不知道 社会上有一些人呢 他是天生的 是需要人照顾的 有的呢 是后天的 由于生活环境的转变 或他自己的身心的 障碍的发生 以及呢 他们自己的 各种各样的因缘呢 凑合起来呀 使得他们伤色了 自己呀 能够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 像这样子的人 蛮多的 但需要人帮助 另外还有 我们这个社会是互助的 我们现在 如果说办文化的 教育的 宗教的 慈善的 救济的示意呀 使得 我们的社会里边呢 能够使得一些呀 本来是啊 没有这么高品质的人团 而使得他成为高品质的人团 本来呢 没有那么好的呀 环境来呀 奉献他们自己的才能的 而因为你投资着 对社会的关怀的 这样故事的工作呢 结果呢 他们有这样的好的环境啊 而能够提升他们自己本身的 奉献的机会和奉献的呀 力量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形呢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 还有呢 我们投资的 就是度适的 做好事的 其实实际上啊 还是会回馈的 我们常常啊 看到有一些人 自己本身呢 并不是有那么多钱 但是法院布施以后啊 诶 赚出去的钱 又回来了 还有呢 都还要多出来了 像这样子的因果的关系呢 很多人是没有看到的 另外还有一点 现在的人有钱 所以运气这个话是什么来的 运气是过去种的福 过去世啊 记得人的缘 过去世啊 做了大的布施 所以这一次呢 能够啊 回收了 如果我们这一生呢 已经有了钱 有了力量 而不去布施 不去做啊 慈善的文化的教育的 社会的工业事业的话 下一生啊 变成了一个 无价苦归的人 也可能就变成了 需要人来救济的人 需要人来帮助的人 需要人来可怜的人 因为自己的福报已经想完了 已经用完了 因此我们需要啊 有钱的时候 需要需付 需要积付 没有钱的时候 需要中付 需要赔付 所以 都是要鼓励我们大家 能够啊 多做布施 多做奉献 我们投资 意思就是说 即使是在恶劣的家庭环境里 也可能会有 杰出的子女产生 但是相反的 现在很多的父母 对子女可以说是 倍加关怀照顾 子女呢 却仍然会有脱去的行为发生 比如像偷窃 暴力行为 甚至是对同学性骚扰等等 面对这样的孩子 家庭跟学校 应该如何帮助他 来矫正偏差的行为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站在一个宗教式的立场 我觉得 大家都是无辜的 孩子变成这个样子 是无辜的 他是受害者 那家庭有这样的孩子出现呢 父母也是无辜的 学校里边呢 有这些修生呢 发生呢 也是无辜的 那究竟什么原因 而产生了这样的现象的 这因素相当的多了 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 虽然有些孩子生起来就是不乖巧的 就是调皮捣蛋呢 他这个性格里边呢 就是让人家伸头脑筋的 这种孩子毕竟是不多的 但是有不是没有 但是这种孩子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改进改正 有的 这要付出爱心呢 付出耐心呢 来跟他做朋友 去关怀他们 多一点时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先了解他们 然后呢 这些孩子们呢 人就是人 不要说是人 那些猛兽 这是毫无理性的 像狮子啊 老虎啊 豹啊 这些 这个非常啊 暴力的 恶心啊 非常强的 猛兽 准备寿司啊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就 他们互相可以交谈 他们彼此之间有互相的语言 彼此之间有他们的感情 人跟动物之间呢 如果 以心呢 诚恳 真诚 爱护他们 慢慢慢慢地啊 这些 离根性的孩子们 也会啊 转变的 这是 要付出耐心的 如果家里 有了这么样的一个孩子啊 你从小就可以发现啊 这个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是不大一样的 那你要多一点给他的关怀咯 其他的孩子 很容易养 很容易照顾 就这样的孩子是最难养 最不容易照顾的 那对父母来讲 是一份啊 非常沉重的负担 但是站在一个副教徒的立场来说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啊 你要 要 对所有的直立家人呢 包括其他的孩子 得到其他的人的 家庭中 所有一起成员的 量解 我们大家给他这个孩子多花一点时间 多花一点爱心 多给他一次慈悲 让这个孩子渐渐渐渐的呀 也会转变的 不会不转变的 问题是 许多人的家庭遇到这样的孩子啊 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 觉得觉得非常的无奈 觉得非常的倒霉 为什么会生成这样的孩子 而其实这个孩子本身也是无辜的 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他是来折磨你的 他也来折磨他自己 从佛法来讲 这 他自己啊 可能是一种菩萨 来成就你的呀 菩萨道 成就你家庭里边 父母们的一种耐心 成就一种慈悲心 因为有这样的孩子 你的父母就成长得快一些 你父母就能够啊 成增长更多的慈悲心了 还有相反的 孩子子弟是这个样子 孩子子弟很痛苦的 他并不是快乐的 凡是一种叛逆性很强的 这个对家庭对社会 常生骚扰这种行为的孩子们呢 他们是蛮痛苦的 子弟呢 就像啊 没有理性的牛 他到处闯的 他闯来闯去啊 结果也是自己遍体领伤 从他的感情上是这样 从他的呀 想法上也是这样 认为这个世界呢 对他们不公平 像这种孩子 子弟是在受苦的 受难的 我们做父母的人应该要对他 多一份照顾啊 要同情他 可怜他 还要爱护他 甚至于呢 要感谢他 使他直接能够啊 有更多成长的机会 这是父母 那对于老师来讲 也应该用同样的心态啊 对待啊 这样子的孩子 我们的社会的每一个人呢 遇到这样子的孩子们呢 也应该以这样子的 一种观念啊 来看待他们 不要把他们当成了 是社会的流 是癌 是毒 不要这样子想 而是呢 社会之中 有这种现象出现呢 是帮助我们呢 考量社会的问题 考量孩子 教育环境的问题 所以这些呢 反而使啊 使得我们社会 环境啊 成长 进度的一种啊 原动力 应该啊 多一些时间 来照顾他们去 那至于说 如何跟他们相处啊 这些孩子们实际上是 最需要朋友的 最需要同情的 最需要有人跟他谈话的 最需要有人呢 认同他们的 不是认同他们的恶行 而是认同他们这种处境 我曾经就帮助过好几个小孩子 就是认同他 帮助他 了解他 而 他们自己的心 就慢慢的就转过来 所以是呢 我想 吃出啊 爱心 慈悲心 是最重要的 我没通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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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